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在宁静中寻求智慧 领受生命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面对压力 首先 邀请你找一个不受打扰的空间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保持后背的自然挺直 双肩放松 下巴内收 轻轻闭上自己的眼睛 额头缓缓舒展开来 现在 邀请你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让自己的身 心 零 都慢慢安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你的双肢 可能是你的双肩 也可能是你的背部 或是腰部 试着在你的身体上 找到最能感受到压力这个情绪的地方 现在 请你用手靠近这个部位 轻轻轻覆盖它 让这个部位感到被关注 感受它微微有些松动 静静地与它待在一起 静静地与它待在一起 静静地与它坚持人 现在,想象这个压力慢慢从你的身体中抽离出来 你可以用手试着将这个压力一点一点地拿出来 将它放在你的手心里 感受一下 这个压力在你的手中有多重的分量 观察一下 这个压力是什么颜色 是怎样的形状 这个压力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 现在邀请你带着这份觉知 来到爱你的至高者面前 与他分享 留意一下 他如何看待你手中的这个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可以和至高者聊一聊 对于你的生命而言 这个压力的存在 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至高者对于你的生命 有何邀请 对于你的生命而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接下来的一天中 你可以继续做这个练习 回到至高者的面前 去面对你的压力 勇敢迎接他对你生命的邀请 祝你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